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由于我的受众 很多是中底层小三人阶级 以及一些学生 还有一些白领 目前都遭遇的一个核心关键点 就是失业 还有贫穷 还有就是说阶级跌落 或者说进一步车 反正说目前状况不是很乐观吗 无论怎样 我来告诉你 做到三点 你至少 不会 就算有问题 你做到这三点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逢凶化吉 哪三点呢 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四个字 不要做梦 不要处在一个做梦的状态 不要浑浑噩噩 不要做梦 那么怎么做到不做梦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学精神分析的嘛 但我也学哲学 我也学政治经济学 我也学乱七八糟什么东西 我都学嘛 那我就简单跟你讲一下 三点啊 第一点 你做梦的时候 你不会思考 你就相当于你处 不是不会思考 你不会思考你为什么在处在这个场景 这个因果关联网络当中 所以首先一定要做的一点就是说 一定要去思考 要清晰的因果链条去倒推回溯 why you are here 为什么你在这里 为什么 why you are in this condition 你为什么是这么一种状态 人在做梦的时候是不会思考的 你做梦梦到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情景 或者说梦 做梦梦到自己是一个什么火车司机 不会想我怎么成为火车司机的 不会想你处境的背景 不会想你处境的前面的因果链条 不会回溯 所以你一定要做的就是说 无论你处在什么的困境 或者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 一个一个境遇 或者遭遇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走向哪个方向 你叫思考为什么 是什么力量 是什么缘由 是什么一步一步的把你倒向那个方向去 这是第一点 你在那个初始状态 不要把它当成初始状态 就是无条件的去 去承受这个初始状态 你要想想为什么 比如说你毕业了 没工作 why 为什么 怎么让你这个学的东西为什么没用 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哪些人哪些力量 哪些因果关系 要去想 这个去想 你你就不会进一步吃亏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让你学无所成 学的东西没用的这群人 和你后面 他还换换一条嘴脸 要忽悠你 要骗你 你想后面的 你前面的就 就能够绕过好多 绕过好多坑你知道吗 你多想想后面的是什么 把你变成 之前是哪些原因 哪些人 哪些事 哪些力量 哪些 哪些规则 让你变成现在这么鸟样 那你再往前面走 你可以免得受二查罪 说不定已经是N查了 说不定你这一路走来 你就是受了N查罪了 你免得受这个N加一查罪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人在做梦的时候 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是看到事物的清晰的细节 我更进一步说 是一个定量的 性质稳固的细节 一方面是数量确定 数量之间有明确的逻辑关系 数理关系 一二方面 是它的性质稳固 你在做梦的时候 想要记一个数字 你怎么都不知道 它是多少记不得 就是想要在一张纸上 或者说你想把它写下来 想把它写下来 在那张纸上 你永远没法把它写清楚 写明白 它不停的变 You understand 你了解吗 或者说你要看到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花瓶上面的纹理 你是做梦的时候 这个纹理你怎么也看不清 在梦境当中 细节是不具有稳固的性质和数量 尤其是数量关系 它是 它是一种 它是你的意识结构的一个 一个 我说了 并没有为梦境准备一个texture 没有为它准备一个表层 没有为它准备一个表层 让我们人类把握的这些东西 都是稳固的 就是清醒的时候 把握的东西都是稳固的 有它稳固的细节的 为什么 因为运行的是先驭主体坚信 就是运行 你这个为什么得是稳固的 因为它不仅为你负责 它为其他很多人都负责 它这一个感性参照点 是多个感性参照点 而且比如说 你清醒的时候 看到这个纸张上写了一个5 你有多重感官 以多重的那个证据链 因果链在确定它 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数字5 哪怕你知道它是5 但是这个并不是真正印象定量的 你想写写出5个5 你就很难写出5个5出来 它真的它只不只是一个数字 它只是一个 我用术语就是滑动的滑动的一个符号 它宣泄的是一条因果链 在梦境当中 如果说有一个细节是稳固的话 那么这个细节只是被一个因果链 给牵引着 这个因果链宣泄的是你的一种生存压力 或者是是你运行的一种 一种一个 一种特定的一个欲望 他没有多重因果链对它进行一个 同时的多线程的一个框定 但是你在清醒的时候 看到一张纸上面的字符的时候 它有多重因果链 有光学的 有色觉的 对不对 有这个符号的形态学的 有这个你的这个 对大家以改写的运动觉 或者说一个操作的可能性 以及你对大家进行阅读 进行他的那种什么 以及他的原由 他为什么他比如说翻出来 这是个账本 他首先他确定他是账本 那他又有数字和和字符 他有前后的历史可以回溯的各种因果链 以及感官的多个层面的因果链 使得这些细节在你清醒的时候 你就更更更进一步说 因为整个物质世界 这些这些东西 他对于整个物质世界的不同的观察者 不同的各个位面的电学 光学 化学 了解吗 各层面的 他就要负责 所以他的因果链条 是非常多重的因果链条 决定了这么一个状态 而在梦境当中 梦境当中 我们甚至可以说 over determination 他是过度 他是有一个剩余的东西去规定他 然后不停的他会变化 所以在 那我原理简单给你们讲 这是一个现象学的一个解释 原理给你们简单给你们讲 那你就要理解 你现在面对的任何困境 要做到一点 看清楚细节 盯紧各种细节 明白 比如说你现在举个例子 我最近看那个英文 去看那个短视频 去银行卡 去银行办银行卡 要你随便签字 千万不要随便签 万一他里面有啥理财产品 你就天哪 要注重细节 对吗 你去找工作 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工作 一定要看清楚 或者说忽然接了个什么电话 就是说一定现在这个关键 吃魂落魄 飘平无意的状态 一定要重视事物的细节 这个物质世界是真实的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所富有的好多层的这个感官 感官能力是真实的 要多重监督 明白吗 这个时候你要抓紧你的这个 你的意识可以控制的一切的 可以可以索引的 可以交叉印证的那些感官 感觉的端口 听觉 视觉 还有一般推理 常识推理 科学的推理 还有就是说这个利益 关系的推理 以及这个情感扭带的推理 各个层面的各种各种形式的 要抓紧他们 然后要多重验证 然后要自己去分析事物 按照这样的细节 这样的细节 如何才能发生出这样的细节 看清楚它 回推怎么样的情况 怎么样的各种原由会产生这种细节 要再用 如果这个细节已经暴露出来 那意味着事物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抓住细节 避免 最简单的避免受骗 其次 你能看到 这个表象 或者这一丁点的端倪背后 有很多东西在运行 很多力量在运行 但是你作为普通人 没有那个能力去分析那么多层次 但是说至少你的感官层面 你的一般的常识推理层面 你的一般的情感利益关系 情感和利益 以及这个就是重大的什么生死 就是疾病啊 这个或者饥饿 寒冷啊 无家可归这些东西 他背后的这些 他权重很大嘛 有绝大部分人会避免这种悲剧性的事态发生 所以就按照这种一般的社会利益博弈啊 社会的 其实常识了 很多人以为常识就是那什么 常识百科全书 那个以上常识 我这指的常识是关于生存的常识 用这些一个普通人所能掌握的啊 多去想一想 对于细节多进行一定的思考 这个细节是定的固定的 是多重交叉印证或者交叉的那个意向性 就多重的意识结构 感官体系 以及这个因缘网络和这个因果链条架构之下的一个确定的东西 你盯着它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多看一看前后 前后门啊 有的时候说前后窗啊 有点吗 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避免很多 很多坑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抓住很多机会啊 抓住很多机会 那么这是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在梦境当中 荒谬的东西 会让你继续做梦 突然间顺着它那个链条 尤其是个情绪的链条 你这个欲望宣泄的链条 它需要荒谬的东西 来让你实现这样的欲望的循环 明白吗 我告诉你 那在现实当中一定不能做 一定要做到什么 你看到荒谬的东西 要把这个荒谬的东西凸出来 要把这个荒谬的状况 专题化出来 去研究 从你就是说超出你的常识 超出你的心理承受的一些 不说极限 一些预线 一些设置的一些一些界限的 一些荒谬事态发生的时候 不要顺着它走 不要情绪上顺着它走 不要很快就把它合理化 很快就把它 就是就好像这个东西像个水滴 砰出来 然后又掉下去 又沉到水里面去了 如果有水滴从你的生活的浪潮当中被甩出来 立刻把它捧住 看看清楚 这个被甩出了这个荒谬 他整个个层面 他首先他的边界 边界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同学忽然之间去做擦边球生意了 你就说很夸张很吃惊 但是不要不要很快的把它合理化 you know 了解吗 因为人在做梦的时候 会很快的把荒谬的事态合理化 然后顺着这些荒谬的荒谬的这些 我们就说了这些想象性的这些事件 然后去运动 这个运动过程当中 是你的根基性的一些推理关系 一些信仰或者一些 一些思维当中的很深刻的东西 在随着它在转动 你明白吗 人在做梦的时候 特别冒出非常荒谬的一些 征兆的时候 然后你顺着它走 顺着它走实际上就相对于 你你内心的那深层次的条理 都在顺着它进行一个转动 一个变化 但是你在醒着的时候不要这样搞 你醒着的时候 荒谬的事态发生 你顺着它转动 那告诉你被历史的浪潮在裹挟着 尤其是种不成熟的 没有准备好它的出路 没有准备好 没有看清楚它的缘由 没有准备好它的出路 你随着它转动 要被一些潮流所裹挟 潮流所裹挟 我说再明确点 就是对于你们当中年轻的男性啊 女性的不管啊 女性有豁免权 年轻男性 现在要避免自己被征召成为 proto-fascist 不要成为原法西斯主义者 因为有的荒谬的情形出现了 不要立刻把它合理化 尤其是当中的沉重的暴力 夸装的病态的 你明白吗 不能顺着它走 不能顺着它走 只有这样 你才能被历史当中的 那些尚未成熟的 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进一步的 就要把它持之在思维当中 理性当中 有的时候我说了黑格尔 我学我学辩证法的 我就是我们 我的很多观众是学黑格尔的 有的时候 历史的逻辑 虽然是非理性的 没错 但是忠诚于历史逻辑的方式 其中就是要把理性坚持到底 要持之着历史爆发出来的荒谬 这个理性不是一种 头脑中的理性去理解它 而是说要 要拼了命的 要把它要把它进行现实的 不是合理化 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当它是正常的存在 不是这个合理化 应该翻译成就是 就把它看成是正正规的 正常的于事无碍的东西 不是 而是合理化 是要非常残酷的 用理性的条理 播出这个荒谬的事件 它的千丝万缕当中 那个最 最恶毒的那根藤 要 要把这个事件 从那根最恶毒的藤蔓当中解放出来 否则 否则这个东西会引诱着 历史当中很多力量走向歧途 走向悲剧性的毁灭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一点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最关键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们 明 严明什么是荒谬的 对吧 我们只能说如果 原法西斯化的那种暴力是一种荒谬 那种就是说 普发的合法加害权 那当然是一种荒谬 但很多人就立刻把它合理化了 不行 明白吗 那么 类似的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不要屈从于 就是不是 不要放过那些荒谬 不要放过他们 不要让他们就好像那个 从一个背景里面冒出来 又立刻又融入背景 或者他成为背景当中很重要的 一些参数 一些一些框架 不要让他 因为他荒谬 所以他屌 所以他牛逼 所以他是个重要的力量 所以就让他成为背景 到后面去 理所当然 天津地 不要 如果你想做的话 就像做梦的 那你还不是做梦的 做到这三点 我告诉你们 这三点就是保持清醒 最重要的 保持清醒 那么做到这三点 也是个保持理性的 尤其是第三点 他是要把理性坚持到底 要去波斯抽检 赤裸裸的解剖 这个荒谬的世界 非常残酷的赤裸裸的 然后 你顺着这个荒谬解剖 你会发现 更荒谬的东西就在 之前你默认为是常理的 之前你默认为天津地印 那些东西里面 会更荒谬 荒谬的波解 就是说越来越荒谬 越来越荒谬 但是这些荒谬 没有一个是可以容许 啊 容许他回到历史当中 躲藏起来的 了解吧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做梦的时候 也是一个比一个更荒谬 越来越荒谬 越来越荒谬 没错 但是梦境中的主体 都是放任这些东西 就回到他的背景当中去 回到你的前符号的那些 底层的架构当中去 牵引着 扭动着你的很多条理 难说呢 梦里面 这个东西没办法 啊 是吧 梦 但是你在醒着的时候 就要努力的去对抗 这种梦境化的状态 梦境当中 我说的 这是个高度主体化的 主体化的一个状态 in dreaming 我我始终认为 就是说主体化的哲学 就是那种 就如同做梦一样 如同就展现一个什么 就是八级优势的那种 主体化的哲学 呃 我不认为 这是 一个可以明年 为一个拯救的奇迹 这个力量啊 我会比较谨慎的去对待 这种主体化的力量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首先要避免做梦 keep dreams away 但是 这个是 这个梦不是说梦想意义上的梦啊 不是你的理想ideal 呃 理想的一个未来的future 不是那个意义上的梦 这个梦就是做梦状态 明白 就是的 真的 你的无意识喷发出来 啊 作为一个显像 这个显像里面会给你一个虚假的主体感啊 主体化的状态 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和历史的无意识做妥协 要看清楚他所有的细节 要想清楚他怎么来的 要把他抛制出来的荒谬 结结实实的接住 不说解构 进行分析 残酷的现实的历史性的分析 有的时候为了探寻真相 这些荒谬的事件的真相 有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努力 而是现实的要去追求一些力量 一些机会 一些探查的权利 才能弄明白这真相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呃 就 哎呀我我我 但是这个东西不等于哲学化 不是说回到概念体系 把这东西通通哲学化又回到一个概念系统里面去 又等于就等于就把它沉到梦里面去了 明白吗 又相当于把荒谬沉浸到梦当中去了 如果我们有荒谬 我们应该集结起来准备权力来应对荒谬 你明白吗 如果遭遇了荒谬 你在梦境当中是无能的 但是在现实当中 应当准备力量去应对它 梦境里面没办法 不利 明白吗 所以我说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智性的准备 哲学上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 更多的是现实的准备 实践意义上的准备 好吧 那就讲到这边啊